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这个标题是怎么讲的 标题说霸杰接近蔡英文三天内二度几乎保黄杰 三天说两次 下边我们看看文章的介绍 高雄市议员黄杰2月6日的罢免投票在即 蔡亲自下达动员令之后 党内不少人士都大动作力挺黄杰 也让这场罢免攻防成为蓝绿对决 国民党立委正26日在脸书表示 因陶渊市前议员王浩已在民进党的意料之外被罢免 蔡惊觉罢免已经不只是罢免 而是民怨对蔡政府反扑的管道 且蔡三天内两度几乎保黄杰 可见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蔡二时先在民进党中常委会 指示不能坐视不管 民进党必须要有作战策略 隔了三天到台中参加台中市党公职座谈会时 听取七十余绿营人士继承的意见 会中再度提到民进党的党员要积极面对 无党及高雄市议员黄杰的罢免案 党务方面需要数位化年轻化 对此正在脸书批不逃疫情扩散 蔡却只在脸书挺医护 要国人共同承担在蔡眼中 难道黄杰比国人的健康还要重要吗 他分析如果罢免黄杰只是其个人民带身份的免除 对蔡而言黄杰一点都不重要 但若人民心中的愤怒是从罢免的管道反扑 黄杰被罢免就会严重影响蔡的权食基础 岂会不着急 正认为蔡三天内两度几乎保黄杰 可见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因为王浩义被罢免后 惊觉罢免已经不只是罢免 而是民怨对蔡政府的反扑管道 最后他质疑 面对民怨可能如洪水般的崩体 保黄杰只是蔡急忙堵住缺口的应急交代 但交代能堵得了洪水吗 好大概的文章就是这样啊 看完这个文章 我呢就有一个感觉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蔡阿阿疯疯了 她已经发疯了 已经掩饰不住她的那种紧张 掩饰不住她那种内心要崩溃的感觉了 你想一个黄杰 第一她不是民进党的党员 第二也不是蔡阿阿直接任命的某一个什么部长 跟她完完全全中间还隔着很多层次嘛 半毛关系都没有了这么一个议员 蔡为什么现在疯了 文章说的很对 她害怕了 害怕什么 她认为民众在借助这个管道 在向蔡政府发起一个挑战 在表达他们的愤怒 这句话我是觉得是对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这个台湾这个事情啊 当然罢能不能把黄杰罢掉 现在民进党已经大军压尽了 全都动作起来了 没有不动作的了 我相信在中选会那个地方 在李金勇那个地方 任务也已经布置下去了 不许罢掉 一定布置任务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这个民怨一直在燃烧 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是反映出了一个民怨 能不能罢掉 目前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呢 可以看到在台湾这个社会 在民间 在基层 有很大的怨气 这个怨气呢 是冲着民进党 冲着蔡哥哥去的 他也不傻 他也感觉到了 他也睡不好觉了 所以呢 现在歇斯底里 我叫歇斯底里的吼叫 保皇街 就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好吧 我们再看一看吧 看一看他怎么个玩法 这个玩呢 其实很简单 中选会呢 下一道指令就打不掉 但是呢 他能卡住中选会 现在他卡不住民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老百姓在这愤怒 这个他卡不住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星星之火 在台湾 在逐渐的复燃 对吗 死灰复燃 当时在高雄那个地方 把韩国瑜给灭掉了 之后 几乎就没有什么火焰了 国民党已经彻底崩溃了 本身国民党当时也不听韩国瑜 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百姓呢 那股怨气 那股曾经非常支持韩国瑜的人 甚至比较正义的人 没有党派的人 他们是有怨气的 人是看得见的 没有那么傻了 所以霸皇这个事情呢 是今天我看这个 很多文章都在说这个事情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民进党大军压尽 也有这样的文章 黄杰非常自信 认为自己罢不掉了 蔡鹅鹅作为后台 没有问题了 那其他的文章 我就不分享了 就这篇文章 这个标题 我觉得对 这个蔡鹅鹅疯了 她怒吼了 吼得跟她有关系吗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证明蔡鹅鹅这个大脑 现在已经感到恐惧 感到民间对她的一种威胁 一种老百姓愤怒的眼光 一直在看着蔡鹅鹅呢 她现在感觉到这个东西了 所以要灭火 把这个新兴之火 必须把它灭掉 民进党上 中选会上 结局呢不用说 我们现在不管她了 就看就是了 看戏 我们就要看戏 这是第一 第二个话题呢 是昨天欧老师 我们在讨论的 另外一个 这是老话题了 不是新话题了 就是 司法界的大地震 某一个商人 某某某 大家都知道了 27本秘密的笔记 被曝光了 这个笔记呢就是 我请你吃饭 我都记下来了 哪年 哪月 在什么几号 在什么地方 吃的什么东西 我送你什么衬衫 我带你去打高尔夫球 我带你去洗澡 我带你去按摩 我带你去1234567 都有一个笔记本 一个一个都写下来了 写下来以后呢 这个事情 其实在1月6号 就已经爆出来 这个不是新的新闻 之前还有一些什么 美国的大选 或者怎么样啊 就冲淡了这样的信息了 但是民进党的这些电视台呢 突然的有高分贝的 哎呦 嗓门大呀 王定宇嗓门大呀 哎呦 吴肚冻嗓门大呀 我这怎么怎么样 哎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批评这个 蔡格格这个司法改革吗 包括我看廖小军也是啊 司法改革怎么怎么样 谈到司法改革这个词 你冲蔡格格去说去 蔡格格四年前就说要司法改革 有人给他鼓掌 今天他还敢说司法改革吗 他不敢说 他不能改 他必须要借助原来那个党国的司法 才能保护他的统治 如果他真的把司法改革了 如果真改成了陪审团治 他就完了 他就完蛋了 所以蔡格格什么都能改 司法绝对不能改的 绝对还要往回拉回去一点 倒车拉回去 拉回到蒋介石那个年代 司法就是党国的工具 政党就是党国的平台 一手攥着政党的党主席 一手攥着司法 他就能够坐稳了 对吧 行政再给攥住 行政本身他就看住了 对吧 行政跑不掉 中选会属于行政 交易部属于行政 我的档案封存 这就是行政 这些大权都在他的手里 他怎么能改呢 但是现在绿营的电视台 突然乌了哇拉的猛喊这个东西 司法大地震 然后司法还挺奇怪 玩一个什么 533规则 什么是533呢 就是你行贿 你受贿了 你如果不超过五次 那没事 四次没事 你被吃饭了 你打高尔夫球了 你收衬衫了 你不超过三件衬衫 没事 就是因为用这个笔记本 一爆出来以后啊 几百人 快两百多人的司法界 警察 检察官 法院 大法官 检察委员 所有的这些司法界人士里边 二百多都装进去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要把这二百多都打了 这个东西蔡哥哥 脸上怎么放呢 结果呢 台湾的司法呢 自个儿来了一个新的规定 533 贪污腐败不超过五次 没事 行贿受贿不超过三次 没事 衬衣两件 没事 这个 什么司法呀这是 肮脏的一塌糊涂 被曝光了 那这个东西被曝光了 我昨天我就跟欧老师讲 我觉得很奇怪啊 这里一根压住啊 因为司法现在是蔡哥哥手里的工具啊 是为蔡哥哥服务的 司法部长也是他认命的嘛 对吗 那我的判断呢 就是应该最近一段时间在民进党内部啊 应该出现了一个斗争 叫内斗 在内斗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有什么人不满意了 我们不去管他什么新潮流 旧潮流 那反正就是他们那一帮人 那一帮人呢 现在不满了 或者像欧老师说的 蔡想把苏贞昌打掉 苏贞昌不想下 而苏贞昌想选什么皇帝 下一届 类似这样的哈 这叫八卦新闻 我们不去管他 反正这些八卦消息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 就告诉我们一点 民进党内部 内部斗争 要逐渐的公开化 就是这样 这个所有的堡垒啊 你都只能从内部攻破 你从外边是不行的 你外边你用飞机大炮导弹去炸它 第一你也不打 你也不敢炸 你也炸不垮它 但是呢 它内部如果开始斗争了 最后内部把它爆出来了 这个是有可能 把这个堡垒给炸掉 所以呢 如果民进党内部真的开始斗争 公开化了 这个戏呢 就有的看头了 有的看头呢 关键是现在这个 在台湾呢 还是没有反对党 没有蓝绿 现在 我看这个西门老说 黄杰的事情 蓝绿对决 哪有蓝 我们只看到有绿 只看到有民众 这个我们看得到 我们看不到蓝 蓝如果你要真和绿对决的话 请蓝营说句话 选举委员会要求公正 这个是关键 不管你蓝营发动的什么 公投也好 什么罢免也好 未来今后什么选举也好 那个选举委员会 如果不公正的话 一切都变成作戏 配合作戏 配合谁作戏啊 配合皇帝作戏 因为选举委员会早就定了 你当选你下去 如果你不质疑这个东西 你就是配合作戏 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见蓝营的上层人物 对着蔡哥哥说 你的选举有舞弊 都没有听她说过 你的中选会不公正 你要换人 我们要让一个没有政党色彩的人 做中选会的主委 从来没有说过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把中选会的主委 换成一个没有党派 没有背景的人 这个很有可能 如果不说的话 国民党作戏 配合作戏 这话很多人不爱听 但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骗老百姓 老百姓的感情都是真的 而政党都是假的 我前面说过了 我昨天说过了 政党政治 是腐败的根源 君主力限制 他们引以为荣的一个政党政治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最腐败的根源 铲除政党政治 才能铲除腐败 如果依然有政党政治 腐败永远存在 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 权力永远是权力 这种所谓的 批着民主的那个外衣 这种结构 全是骗老百姓的 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看 看这个蓝莹这些人 到底他有没有那个勇气 有没有那个觉悟 有没有那个眼光 你骑个车 开个车 全台湾瞎跑 跑了半天 你在干什么 你在给你做戏吗 还是说你真的想公投 如果真想公投的话 先别跑 别台湾跑透透 先大声疾呼 改选中选会 如果这个你不做的话 不要玩了 不要全台湾瞎跑了 让老百姓给你联署 老百姓是真的是联署啊 但是他们是被政党所欺骗的 你联署那个东西管用吗 一点用都不管 所以我觉得看政治呢 看平台 不要看那个个人 看政党他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如果不把选举公平的裁判这个机构 给解决 一切都等于零 一切都不要选了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要说的 好吧 台湾这个戏呢 既然有人在演戏呢 我们就继续再看 看完以后 如果我们觉得看不顺眼的话 我们就说两句 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偏见 请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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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